而台北市原山饭店旁边今天上午也发生了重大的车祸 有一辆小货车在国道上面先撞上了这个护栏之后失控 再被旁边的连接车给追撞 小货车当场被撞下高架桥 造成了车上的驾驶左脚骨折 还一度受困在驾驶座 还好警消紧急把他救了出来 送医去急救没有生命危险 整辆小货车扭曲变形刚好卡在路中间 因为是上班时间警方忙着疏导交通 警消赶着把驾驶送医 但抬头仔细看中山高尚的护栏被撞了一个缺口 闯获连接车驾驶急着打电话求救 原来小货车是遭到追撞才会从天而降 行情之间他准备要刹车进入辅助车道的时候 发觉他可能车速太快 车速太快之后他重彩刹车可能就是有失控的状况 失控之后先撞到其中一部的银半连 之后他自己去刹车先撞内车护栏 再往外失控之后往外弹的时候 又被另外一部银半连撞到之后 自己掉下来 透过动画还原离奇车祸 当时小货车疑似车速过快 先撞上交流到护栏 导致失控 再被后方连接车追撞 连人带车就从12公尺高的高架桥上往下掉 重力加上速度 差点要了驾驶的命 而且旁边就是圆山饭店 警消赶紧出动大批人力前往抢救 幸好驾驶命大 救出时只有左腿骨折 没有生命危险 因为小货车油箱破裂 整辆车几乎报废无法动弹 警方找来拖掉车帮忙善后 至于肇事连接车驾驶 也被带回警局 接受调查以厘清相关责任 记者杨中盛 温思涵 SN小组台北采访报道